大家好,歡迎收看新一輯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興 今天和大家討論數據的問題 旺丁旺財有數得體 初歌投資做功課分析數據當然是很重要的 而在雲雲數據當中 官方公佈的數據算是最可靠的一手資料來源 當中以澳門博彩股為例 不乏每個月博彩收入、仿澳旅客等重要官方數據 可以供各位戰友去參考 數據入面 首先要看看旺丁旺丁 澳門旅遊局每個月會公佈 仿澳旅客數據 大家要非常關注 以今年春節黃金周為例 在那七天內 仿澳旅客達到121萬人次 按年增長了26.6% 當中仿澳內地旅客 按年增長了25.6% 達到90萬人次 過去幾年 澳門有多項基建相繼落成 好像 坦仔客運碼頭 港珠澳大橋 澳門市內輕軌等等 最近大灣區的規劃 更加支持澳門機場擴建 基建配套入佔完善 長遠將有利澳門吸引更多遊客 之後要關注旺不旺財 每個月月初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 都會公佈上一個月的賭收數字 以今年一月份為例 博彩收入按年下跌5% 去到249億澳門元 下跌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新春黃金周在一月份 因而形成了高基數效應 除了農曆新年是澳門賭收的旺季之外 十一黃金周也是行業的旺季 以2018年為例 新年月份和國慶月份的賭收 分別達到263億澳門元 以及273億澳門元 由於賭收數字 對豪賭股的興衰是十分重要的 不少大行在官方數據公佈前 都會進行調查 以預測最新的數字 如花旗便曾經有調查顯示 今年二月份澳門賭收 首十七日已達到160億澳門元 預計二月份賭收 按年增長大約二八十億澳門元 總括而言 初歌想知道澳門薄彩股 是否值得投資 最基本試需要 便醍醍和旺財兩個數據入手 好了